唐淇洋转战YouTube圈很成功 如今已经是百万YouTuber 之前他的podcast在日前突破第200集 特别在20日举办见面会 信大票粉丝到场 甚至还有港澳和东南亚粉丝 特别慕名而来 让活动现场直接大爆满 只不过当天天气有点阴阴的 也让唐淇洋一上台 就先对粉丝信心喊话表示 活动结束前都不会下雨 没想到话才讲完 现场就立刻飘起毛毛雨 让他忍不住幽默自嘲 我说大话了吗 笑翻现场所有人 因为从粉丝身上看见满满热血 他甚至坦诚有考虑以后 要做绕镜这件事 暗示未来的活动将会有更多可能性 让粉丝纷纷开心表示 国师去拿我们就去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